我們剛才5點之前收到禮對那方面的報告 這裡我也想說一說接下來的程序是怎樣 現在我們發展局的工程方面專家正在看 接下來其實跟回公務工程管理的搜查會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已經覺得足夠資料 我們會考慮是否需要進一步有規管行動 如果沒有的時候事情就完結了 如果是有其實根據搜查大家會看到 就是我們都會將我們打算採取的規管行動 也要通知相關的承見商 亦都給了相關承見商一個合理解的機會 這是一個自然公義的原則 然後我們就會決定如何採取的規管行動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在現階段我不會對下一步 是否會有規管行動 如果有的話究竟內容是甚麼呢 做任何的揣測 我能夠說的就是如果大家看回公務工程管理搜查 反而有一個原則是清晰的 就是對不同的公務工程承認商 我們都要公平公正這樣去對待 無編無異 但是整個過程要多久 由你們在資料之後都決定是否有進一步規定 整個過程要历時多久 我們希望盡快去做 但是當中除了說資料要充分 也都是如果是當中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牽涉一些合約的問題 我們或者要尋求法律的意見 但是在我們來說是會盡快去做 我不擔心會不了了之 不會不了了之 但是我們要去認真 也都是公平公正 無編無異地對待不同的承見商 報告內容是否要公開呢 今天節目司司長都說了 報告的內容 因為其實是合約雙方的一個文件 是否能夠適當 將來可以公開呢 我們都要尋求法律意見 才能夠回答 現階段 因為我們整個考慮的過程 我們進行當中 進行當中的時候 其實好像我剛才說了 我不會去做未來的具體行動 做個評論或者揣測 我想大家都會理解的 但你現在說 港鐵的講法有沒有出入 聽不到 那份報告的講法 即是講明這個項目 之前講的講法有沒有出入 這就是我現在不適宜評論的東西 都想大家明白一個基本的概念 如果講回沙中線那幾個站 工程出現的情況 其實如果在紅磡站來說 其實特首已經成立了 一個由夏正雲法官 領導的調查委員會 那裡會跟 在公務工程館的手冊 我們關注的是什麼呢 當我們聽到 知道可能有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政府有責任確保 就是我們 譬如某承建商 正在做的公務工程 那些公務工程都是達標的 都不會出現一些 譬如說結構上 或者安全上的問題 現在我們正在做這個功夫 如果我們跟回公務工程搜索 發覺有個情況是我們採取規管行動 那些什麼規管行動呢 或者我們都用大家少許時間 其實基本上有四類的規管行動 最嚴重的 我們可以令到某承建商 不能夠再投某類的工程 我們叫做remover 其實我們將它在名單上移除 第二種嚴重的 就是我們停了它一段時間 叫Suspension 停多久呢 亦都看回相關的事實 或有關情況的嚴重性 另外還有兩類相對沒有那麼嚴重的 但都是對承建商有影響的 我們叫做降級 downgrading 或者demotion 我們將它移去另一個級別 譬如說 兩類是什麼呢 譬如說它可以本來 有資格做一些大型的工程 我們說秉雷C category的工程 對不起 我們會說到B和A 就是一些大工程它不可以投 另一個降級是什麼呢 就是本來它是一個confirm的 本來它的確覺得 在一個表上面 它是可以投一些工程 我們將它轉為一個proprietionary 就是我們變成 所以還需要確認 它在一切努力上它會做多些 我們在說的是這四個的規管行動 那方才我跟Patrick說 我們都 政府會在盡快 但我們需要嚴格遵守回程序公義 我們考慮了相關因素 我們會做個決定 我們的決定也會公佈 讓大家知道的 謝謝